水餃应该没有关系吧 水餃因为要吃元宝嘛 年节到来您家的冰箱 是不是也像这样满满满 除了食材之外 吃不完的年菜怕浪费 干脆全放进冰箱 中午的话对不对 吃有剩的那晚餐还可以再吃 比如说卤菜那些我切适量嘛 不要一下 所以说吃烫会加热嘛 要加热怕它腐坏嘛 民众爱惜食材反复加热 几次下来 蔬菜里的营养恐怕也跟着流失 尤其像是维生素B群 或C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其实遇到高温烹调的时候 其实就容易流失 可是如果像是矿物质的一些 像是铁啊 鑫铭等等的矿物质 并不会因为加热流失 所以不用太担心 营养师特别指出 年节聚餐热闹一起吃 不过筷子这样夹来夹去 反让每盘菜都成了细菌的温床 我们如果筷子没有用公筷的话 其实大家互相在夹菜的过程当中 如果很多口水跟细菌 会留在菜里面 那你如果就是冰起来之后 在反复加热的过程当中 没有复热完全的时候 其实就容易导致一些细菌滋生 就容易导致一些腹泻啊 或是不舒服的症状产生 营养师建议 吃不完的剩饭剩菜 两小时内就要放入冰箱保存 但最重要还是每餐煮适量 才能吃得巧又能补到营养 大约新闻旅思宣梁家明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